这个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女孩 背地里却是个恶魔 看到小猫落水 她一脸冷漠拉上窗帘 每晚入睡前 乖巧地和爸爸道晚晚安 转头就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年仅九岁的女孩 智商超群成绩优异 教室里飞进剧毒的蜜蜂 大家都吓得乱作一团 只有她依然镇定 用杯子扣住蜜蜂丢到窗外 看着聪明勇敢的女孩 所有人都崇拜极了 可没人知道 纯良无害的萝莉外表下 藏着一颗腹黑冷漠的心 听到同学炫耀新买的手表 她就故意撞倒对方 假借扶人起来的机会 偷走了同学的新表 但没想到 老师目夺了整个过程 于是几天后 到了期待已久的颁奖里 知道自己伪装得十分完美 女孩对获奖志在必得 然而 因为看到女孩偷东西 老师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转而把奖牌给了另一个男孩 她表情瞬间垮了下来 父亲发现女儿不高兴 便找到老师说情 看着不了解女儿真面目的男人 老师没有讲出真相 只说她更适合做演员 想要的东西必须得到 哪怕不择手段 对夺走奖牌的男孩怀恨在心 于是 她偷偷把对方骗到悬崖边 毫不犹豫地推了下去 等到被人发现时 男孩早已没了呼吸 而罪魁祸首却一脸伤心 装出受到惊吓的样子 甚至还故意在葬礼上流下了眼泪 父亲本想安慰女儿 可刚走到客厅 就发现她就像换了个人 正开心地吃着果酱 而最奇怪的是 葬礼上还在的奖牌 此时却不见了 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 她赶紧翻看照片 果然 照片上的女儿一直盯着奖牌 父亲惊呆了 紧接着 几天后老师就找上了门 原来有学生亲眼看到 男孩生前和女孩待在一起 同一时间 女孩正躲在门后偷听 察觉自己恶行即将暴露 她有了更加邪恶的想法 你相信有人天生就是坏种吗 在同学葬礼上痛哭的女孩 转眼就换了负面蒙 若无其事地吃着果酱 似乎杀死同学的凶手 并不是自己 追查真相的老师找到家里 眼看自己就要暴露 她立刻砸碎花皮 甚至不惜割伤自己 这才结束了对话 目睹全程的保姆惊呆了 于是 她注意起这个反常的女孩 偶遇到调查真相的老师后 保姆开始怀疑起女孩就是凶手 几天后 老师准备开车去学校 突然 车内飞出一群毒蜜蜂 后座赫然放着个蜂窝 一时躲闪不及 失控的车子发生事故 老师不幸当场遇难 而这一切都是女孩干的 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 但还是露出了马脚 父亲发现自家的蜂窝不见了 在联想车祸现场的蜂窝 无法逃避证据 她终于怀疑起了女孩 第二天 她带着女孩来到医院 想了解她的心理状况 但没想到 女孩伪装出天真烂漫 顺利骗过了心理医生 而听到专业人士的结论 父亲也彻底松了口气 保姆本就想做她后妈 知道女孩秘密后 更是肆无忌惮地威胁 甚至直接当面挑衅 单方面要做她的后妈 腹黑女孩终于怒了 她绝不允许被人威胁 于是等父亲出门 她又预谋地把保姆骗到仓房 迅速反锁门窗 点燃了提前准备的汽油 保姆拼命求饶 女孩却冷漠地站在窗边 眼睁睁看着她被火吞没 得知保姆遇害 父亲急忙赶回家 看到女儿毫发无损 不禁想到接连死去的男孩和老师 全部都和女儿有关 火灾初步判定为意外 但疑心越来越重 忍不住开口质问 可令她震惊的是 女儿竟然承认了 因为想要一块奖牌 九岁的女孩连杀三人 同学 老师 还有发现真相的保姆 而现在 她又盯上了亲生父亲 在父亲的逼问下 她哭着承认了罪行 但恐怖的是 女孩并不认为自己做错 看着魔鬼般的女儿 父亲震惊地说不出话 就在这时 警察打来电话 通知她保姆的死事人为纵 要她配合重新调查 不忍心女儿被送进去 父亲忍不住心软了 于是她连夜收拾行李 带着女儿逃到湖边小屋 躲避接下来的搜查 可到后半夜 熟睡中的父亲被意味惊醒 发现女儿竟打开所有门器 想要送走自己 她赶紧关掉开关 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孩一如既往的淡定 在冷酷的女孩眼中 没有人值得相信 为了防止被父亲告发 她只好抢先下手 看着仿佛陌生人的女儿 父亲彻底心寒 才九岁心肠就这么歹毒 长大肯定是个祸端 她很下心来 决定亲手解决掉她 她把安眠药放进牛奶 准备迷晕再动手 但狡猾的女孩早就发现了 她偷换了两人牛奶 躺在床上假装药效发作 等父亲睡着后 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准备伪造父亲畏罪自杀的假象 结果一枪射骗 反而惊醒了熟睡的父亲 女孩却突然拿过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大声诬陷父亲要杀自己 她一路逃到楼下 反锁进了卫生间里 扮演起被家暴的可怜小孩 父亲愤怒地踹开大门 举起枪就要扣动扳机 就在这时 邻居忽然出现在身后 就这样 邻居立刻果断开枪 男人应声倒地 再也没有起来 成为孤儿的女孩 如愿被赶来的姑姑收养了 她一脸惊慌 委屈地扑进姑姑怀里 但在无人看到时 却扯出一抹得意的微笑 在缺乏关爱的家庭长大 父亲和老师又长期忽视 被人排斥的天才女孩 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 但遗憾的是 在没人教导的情况下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